新的一年到来 许多人立下了健身目标 不过如今看到好几家的连锁健身房 都纷纷要喊涨 用力撑起身体 不停锻炼肌肉 新的一年到来 许多人立下健身目标 然而恐怕还没瘦身 就要先瘦了荷包 连锁健身房想健身就在脸书公告 因为物价上涨 投入防疫资源等原因 将在一月十号调整汇集月费 从每月六百元 依照使用时段 变成七百八十八元或八百八十八元 两种价格 算下来至少每个月贵了一百八十八元以上 常在健身的民众恐怕很有感 因为就连全台健身房龙头 World Dream也撑不住 宣布二零二二年起 新入会会费将变贵 但涨多少还有待最后的定价确认 因运营成本增加 世界健身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将调涨 雇奔会所 新入会会员之费用 已入会的会员 则不受影响 另一家健身工厂也跟进 宣布因为成本大增 加上服务品质升等 新加入的银卡会员月费 元旦起涨百元 来到八百八十八元 看来万物起涨 健身房也躲不过 民众来灰汗 恐怕也要跟着 撒更多钱了 记者叶之手留声台北冲不倒